作曲 李宗盛 心动在短暂契合的某一天 凭着哲学同个理由隐藏一种特别 在触电的环节 开始怀疑双眼 你居然让我如此妥协 你眼前的这个世界 我依依恋成千 怎么你的苦恋 我尽叫心想圈 却发现 受伤 有爱情我不妨 从两点一线到观望时间 你瞎好出现 当锋芒 结束就断流浪 熟悉的光线 想会送情人 我回忆心里 耶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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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阿姨 爷爷走了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遇见 我会经常带风烈草来看你 哦 之前那些花 是爷爷 这些年 你恨的人 他们内心都在受折磨 你就不怕把零天毁了啊 爷爷这么安排 是希望我们一起把零天做得更好 但是要怎么使用这个权利 随你 你都碰到的 我想得到的 都得到 但又好像 什么都没有 我看你 看你 看你 看我去东西了 看你 好像我们呀 当初我们三个 也是像这样胡乱跑 而你总是跟在我们后面 提醒我们看路 提醒我们拿书包 提醒我们不要拉书包 我还记得 云神当时总跟我们说 你虽然看起来像做冰山 但是内心住着一个热情的街道主任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 即使你从不表达 我们也达成一种默契 只要有你在 我们三个什么也不怕 要是时间不变就好了 连我们也不会变 我们会变成一种 已经过得太久了 我都会忘了 是过去很久了 你这次找我出来 是要问问阮阮的事吗 他最近 过得怎么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愿意做你冬天的暖炉 夏天的洋伞 和旅途中的粉色药箱 好好照顾自己 祝一切顺利 永远爱你的芝芝 云生回来了 讨厌 姜总在花房里 你真的要走吗 结果 我还是输了 很多事情 不一定要真跟你说我赢的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在你和朱九之间做选择 你们都是我爱的人 我这次去M国 也是为了研发 丹敏针的药物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儿子 对不起 是妈妈 给你带来那么多的伤害 对不起 我这半辈子都干了什么的 一直想抓住她 却远远远的离开了我 对你爸爸 对你爸爸 我明明 是爱啊 可这份爱 却变成了不甘心的执念 让你们受了那么多的伤害 我也是第一次 为人妻 为人母 我的初心真的是爱你们的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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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失败啊 到最后 什么都没留下 什么都没有留下 妈 您的初心也是为了爱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您不是说 未来才有更多的期待吗 我们一起往前走 好不好 除了你 我还有什么可期待的 妈妈 无论我在哪里 只要你 只要你需要我 想我 我都会第一时间 出现在你的眼前 我永远都是你的儿子 你也永远是我的妈妈 你也永远是我的妈妈 我会这么快 我也是我的妈妈 你也会不会 是我的妈妈 我又会不会 我还是很大 我又会不会 我又会不会 你也会不会 我又会不会 老板 老板 我想好了 你帮我戴上吧 我觉得我还挺有用的 你有什么用啊 你要是跟朱医生 闹什么矛盾 有什么不想说的 我可以帮你们传话啊 再说了 你都走了 我留下来干啥呀 你留下来做研究啊 好好干 说不定临天研发部的负责人 就是你的了 我可不想当什么负责人 难道你要一辈子留下来 当研究员吗 对啊 这有什么不好的 高出不胜寒 你能不能有点追求啊 跟着老板你就是我 人生最大追求啊 其实我知道 你这次去M国呢 不是为了医疗事业 是为了追回朱医生吧 我给你几个建议啊 你见到朱医生之后呢 该出手时就出手 男子汗大丈夫 是个回头草没什么的 杰克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这里面 有几个业办不中解的项目资料 说话 老板 你安心地去帮李佑吧 研发部我会帮你好好担着他 单病证 如果有需要支援的话 随时开口 不用送了 不用送了 老板 你在那边注意安全啊 好 原生好像是前面那里 芝芝 就这么到这儿吧 你别担心伯母 我会经常去看望他的 你在那边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谢谢你 芝芝 注意身体 别太劳累了 嗯 嗯 嗯 那我走了 你保重 一路平安 嗯 大家搬院的舌头 总心小心点啊 副总 这不是您换新办公室了吗 想给您换个新的环境 那能停下吧 别动了 大家都停一下 你们先出去吧 到时候帮我复院 好的 对了 晓副总今天离开上海 去哪儿了 M国 晓鸦 晓鸦 那个小姑娘情况怎么样了 手术十多天了 但是她抗拒治疗 所以她上了预覆就不太好 一开始情意波动很大 后来就是不说话也不识东西 阮阮 你跟她聊过吗 我也试了好几次了 我就什么都不大 病人情绪这么消极 对后续的治疗和康复很是不利 是啊 但我们也不能强迫她 她这是创伤性后遗症 明子 你赶安迪申请一下 让总部派一个心理医生过来 我已经申请好几次了 但还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医生 你先吃完 我去看一下 好 谢谢 快点吃啊 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吃不下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和你现在一样 每天看到有这么多患者来营地 很忙的时候 一天要做十几台手术 很饿 很累 但就是没什么胃口 也睡不着 那你是怎么适应的 可我是一名医生啊 我必须要吃好 睡好 这样才有体力去照顾更多的人 朱医生 我明天就要走了 当我放心不下那个女孩 她会好起来吗 我也不知道 但心理的创伤 远比身体的烂痴 别想那么多了 快吃吧 这样才有体力 多 六 让你找的心理医生怎么样了 这个人选啊 八九不离十 大概已经有了 什么叫大概啊 那个小女孩情况怎么样了 身体上的创伤已经好了 但是 现在就等你这一边呢 这样 明天啊 你带那个小女孩来我这边 换个环境 对她的病有好处 还有啊 你一定要亲自带她过来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也是学过心理学的人 你带过来 咱们一起会诊 好 我知道了 那明天见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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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